低薪 低薪這兩個字在台灣現在 其實我認為是一個真生活 但是一個假議題 真的生活狀況確實是像你們這樣 你們認為是低薪 但是低薪你很容易的把它連結到老闆 我覺得那個是很不正確的議題觀念 當然就很容易嘛 發給你薪水的人是誰 老闆 所以老闆等於就是低薪 那低薪老闆的腦袋裡面就是低薪水 我不願意給你多的錢 這是錯誤的命題 因為低薪不來自於老闆不給錢 是來於整個環境跟企業 能不能給起這樣的錢 台灣現在的狀況就是因為老闆不是沒錢 所以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們會覺得很多命題 老闆這麼好的錢都不會賠錢 事實的狀況我想老師一定清楚 大環境真的是不一樣 我舉例啦 你今天我寧願給你兩萬六千塊 但是你可以領三年 還是說我一次給你加了三萬六千塊 但是你只領三個月 你選一個 我領完三個月我再去找下一個 不是 一樣的道理 你就剛剛一立一休 一立一休造成的結果 不是只有秋香的店倒 我的店也倒一家 整個忠孝東路跟巴德路所有餐廳 你看到外面掛租的 你去問打電話去問說 欸啊進行做什麼 餐廳 對 所以會端盤子的永遠端盤子 大概都是這樣循環 我的店跑到他店端盤子 他店跑了 我這邊找不到工作 你以為三萬六 你到之後再去領三萬六 沒這回事 你也找不到工作 所以整個環境都變成低薪 對 這是一個大環境景氣的問題 低薪所以你的營收也降低了 而且你不能讓老闆放心的 把他的預備金拿出來幫你加薪 他確實有一筆 可是今天如果來個一立一休呢 今天來個物價上漲呢 今天來個突然食安問題呢 爆發了一個什麼呢 我跟你講 這個餐廳可能就倒閉了 可是寧願我把這些員工都照顧好 讓你們至少兩萬六 兩萬六好死不如賴活 可是兩萬六真的沒有辦法照顧好啊 所以我就說命題不在於老闆不給 不願意給 不是老闆不給 低薪是老闆的問題 他第一說啊 這是翻譯下說 你再逼我我就關店了 對啊 你讓你連兩萬六都沒有 確實實 我真的很不願意這樣講 像我的辣麵店 有一道菜是叫那個青醬高麗菜 那一顆高麗菜齁 這麼大顆齁 切四半 每一塊呢 大概是剛好做一盤 所以那時候 只要記得高麗菜 曾經搭到一顆兩百塊 除以四等於一顆成本就是五十塊 你知道我那盤青醬高麗菜賣多少 也是五十 這等於這個所有的高麗菜成本都在裡頭了 所以呢 我的員工薪水要不要算 你們還沒算 油錢要不要算 還沒算 所有東西都還沒算 所有東西還沒算之後 我賠了半年的物價高 但是我這半年賠了 那我薪水怎麼加上去 因為我不曉得什麼時候加 我告訴你每一個我們餐飲業的算法 獲利算法很簡單 其實很簡單 你們都知道為什麼薪水加不上去 我們餐飲業叫做3331理論 這是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 然後十就是一次切開 就很容易就看了 先不要看這個老闆的獲利 百分之三十 三十就是成本 不可變動成本 可變動成本 跟人事成本 不可變動成本 老師一定知道就不用講了 就是折舊啦 房租啦 房租設備 可變動成本 就是所謂的菜價 那就是三十 然後油啦 電啊 那人事成本就是三十 那你這個三十 一加起來就是 好 那很好算對不對 我剛剛講那個青醬高麗菜 我三十這裡喔 曾經高到別的四十二 那我請問你 十減十二等多少 十減十二 就是負的嗎 負二 負的那節五 營業所得稅等多少 負七 等於我先賺人家一百塊 我要負七塊錢給這社會 所以整個營業的狀況 根本沒辦法讓我把這個人事成本 讓它上去 老闆拿這一張的時候 就不要再多問了 真的 那個就轉業 可能接下來談減薪了 沒有 王可夢就轉業 就不要進入這一行 王可夢 你的成本在這裡 一粒一休造成的這邊 三十變三十四 對 你這是真實的 現在的數字嗎 餐飲業是算光光類股 一般的很多獲利模式 有的是就比較容易這樣子 我跟妳講齁 趴的利潤很難經營耶 都是在這邊加啊 現在的成本不只三十了 現在很多成本都 是最近有一些餐廳有在漲價 不然現在的成本都 以我們那時候在做 成本都四十幾了 這麼高的成本 現在利潤如果還在降低的話 那我問一下 有志老闆你為什麼還要堅持繼續開店 就是為了你們 真的嗎 少來 我不是 我期望說有一天 三十這邊可以變二十五 那我十就變十五 多出來這個五 我願意拿出三或四 分給他們 可是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不曉得什麼時候 這個會變四十 這個時候會變成五十 我不曉得 所以我裡面把錢多放一點 讓這個十 可以讓你們安安心心 好死不如賴活 我覺得現在的狀況是社會環境 讓這些老闆 把薪水加不出去 所以我希望說 謝謝慶怡給我們機會啦 當然我們一定會被罵死 但是老闆真是很辛苦 對對對 其實也要講真的 這是某一些老闆的心聲 當然有些老闆誤排除 他是能夠家庭他沒有家 但是很多人其實他不是不願意 只是因為現在日子真的很難過 所以那麼多人說要拼金錢